赚钱最快的办法就是财富转移 而不是创造财富 财富转移的本质就是做局 而做局的本质就是合法的强贺骗 一般来说 白手起家的第一桶金都是不太干净的 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小王是怎么做的 小王刚刚大学毕业 他想着做点小买卖 但是兜里只有一万块钱 只能批发一框茶叶 卖出去也就赚五千块钱 正常人可能找其他的批发商高价卖给别人 但是这样一来 赚钱速度慢 离他的目标差得很远 小王的灵机一动做了个局 直接让身价涨了百倍 他先是批发了一框茶叶 直接跟他同学张三说 这框茶叶能卖个一万五千块 你要是现在拿走的话 我给你批发价一万块 如果一周以后再拿走的话 那我可以再给你一千块 张三一想 要是一周以后再来拿 还能再赚一千块 茶叶转手一卖 还能赚个五千 这可太好了呀 而对于小王来讲 张三当场给了一万块 而茶叶还在他这里放的 虽然现在这框茶叶已经不属于小王了 但是其他人不知道啊 于是 小王找到了更多的同学 李四 王五等等一百个人 每人都收了一万块钱 小王直接把这框茶叶卖了一百回 有了一百万 小王接下来的精彩表演来了 小王直接去进货 一百万就能进了一百框茶叶 价格上的优惠也更大了 小王直接成了茶叶的批发商 钱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多 这就是高手做局的厉害之处 所以商业的底层逻辑 就是学会做局 设计一个合适的模式 来整合别人的财富与人脉 这才能让你瞬间身价备涨 现在做生意赚差价的时代已经结束